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又到了一年一度小朋友们最喜欢的儿童节 五寮国小今年扩大举办儿童节闯关活动 增加好玩的社区踏茶 了解五寮生态 现场充满欢乐气氛 想必今年的儿童节会非常的丰富热闹 每位小朋友们的脸上都充满开心的笑容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小记者的报道吧 今天是所有同学最喜欢的儿童节 学校举办了很多活动 有踏茶以及儿童节闯关活动 现在我们要先去社区踏茶 我们会经过时间错再去爬山 现场非常热闹 希望大家儿童节快乐 五寮小主播李宗盛的现场报告 我们要先去社区踏茶 我们要先去社区踏茶 来 再拌一些外 特质 后面都有特质 小心 然后去 耶 好 继续走 继续走 我们这里这个都还挺 耶 还这么多 继续走 好 继续走 好 继续走 耶 耶 看镜头 看镜头 耶 路人甲 继续走 耶 耶 好了 前途两边呢 都有一些开小白花 跟开小纸花的两朵花 一种呢 是叫做玄蜂草 就是我们讲的鬼参草 通过的是白色小花 另外一种呢 是紫色的小花 对 那叫台湾的薰衣草 叫做紫花霍香剂 好 两种咯 记得吗 继续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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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走 现在它引起森林火灾 是一个很重要的植物 如果在冬天的高山 上面非常多的五节蟒 它会自然天然的森林火灾 是因为 因为五节蟒 它旁边有锯齿状 互相摩擦 很容易生 现在是儿童节的健行活动 老师们忽略在介绍 野外求生的技巧 那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野外的多东西 我拍到真的好 这是什么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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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厉害 很厉害 这个花 来 讲一次三瓶菜 三瓶菜 这些活动是不是很 怎么样了 以上是无聊公表 和主播放电影的现场报道 很棒啊 我是无聊国小小记者李嘉真 我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火炭魔草 火炭魔草 大部分生长在山区 然后 这是幼虫的食草 也是可以让人吃 然后这可以让人吃了可以解渴 然后 大家都吃它的精 精吃起来 酸酸甜甜的还不错 以上是无聊国小小记者李嘉真的现场报道 您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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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水平 今天我们来到了辣一里同学的家 他们为我们准备了很多东西 请我们 也要谢谢大家 把他們的照顧和幫忙 以上是武寮國小小記者 雲彥龍的報導 我是武寮國小小記者 雲彥龍 我今天要訪問印尼爸爸 請問印尼爸爸你對這次的最新活動有什麼福利的話 非常謝謝武寮國小能夠舉辦 在武寮地區的地方的特色的了解 最起碼讓我們的小朋友 學生了解武寮所有的植物跟動物 或其他的客家人的生活 居住的應該都可以看得到 客家人的房子或閩南人所住的房子也可以看到 沿路上應該也可以看到他們的生活 讓我們的武寮國小真的不用書籍 實際可以看到 非常好非常的棒 尤其植物 應該如果老師有很多了解的話 沿路很多植物 很多都可以介紹 很多的植物動物也可以 沿路可以看到我們沿路的農人的生活 農人的工作 農人的居住的環境 怎麼樣 讓我們都市的人 或者我們的小朋友 有一些還不了解我們山山的一些農人居住的環境 等等的 所以說讓小朋友也可以 活躍到我們物寮的一些居住的人的生活 或者他的其他他怎麼去生存 早期的生存 一些資料非常好的 所以說我們非常贊同 像這樣子 像剛才我大概介紹了很多以前早期的作物 早期有很多的動物什麼都可以了解 尤其動物 他每一個人都環環相互 有食戀環 每一個人的動物 他也有他的保護我們地球的作用 環保作用 讓生態平衡 植物也是一樣 每一個植物他有他的功能 也是保育我們地球上一些生態的功能 讓我們地球更永遠 把這個地球永遠下一代更好 所以說要介紹 讓小朋友讓學生都能夠了解 我想這個應該很多小朋友或老師 應該要收穫非常多才對 好 謝謝 以上是一寧爸爸的鼓勵的話 以上是五寮國小小記者林樂農的現場報答 我今天要報道的是兒童節 一年一度的兒童節又來年了 下午時學校舉辦了兒童節草光活動 草光活動的內容包括 藝衣法 繁足反菸以及反霸煙 這些都值得讓我們好好學習 從觀眾不僅可以讓我們開心又快樂散imir 還可以讓我們得到啥哥的知識 Alex在旁邊的舞蹈 這個我們都不信心理了 因為領事主要講的 先自己用的頭髮 我想拼竹林服務的很方便 應該不是 很怪喔 好 修剪盤還繼續打 耶 還有三米 開始 啊 被打到你 我最最最的要去哪裡 鞋林服務是誰畫的 你看好了 好像鞋林服務 怎樣啊 都不知道我啊 欸 黃師傑你是幼稚人嗎 站第一個 為什麼要這樣 你是幼稚人嗎 站第一個 現在看小三米 到ule 三謝 心得喔 我過了 我說蓋章當了心得 謝謝大家 幫你講心得 我少不了 然後我覺得那個最不安全最好玩 因為可以可以那個體驗到行車的安全 然後開車不喝酒喝酒不開車 那你以後會開車喝酒嗎 呃我不會 我會開車喝水 那要說到做到 好 以上是我家國小小記者成為了現場二 這是一間沒有人的教室 但是只剩下一個六年級的小朋友正在努力的工作中 讓我們來看看他在做什麼事呢 你現在在做什麼事呢 幫忙上字幕還有影片 上誰的字幕 兒童街活動的字幕 這誰拍的 同學 同學拍的 對 所以你們是分工合作囉 嗯 有人拍 喔我剪 你剪然後還有包括什麼 上字幕 那音樂咧 音樂的話 會後製 後製喔 所以會有另外的人幫忙後製 對 所以這樣子 你會不會覺得很 哀怨 人家都在闖關你在剪影片 不會啊 為什麼 因為這樣比較有成就感 怎麼樣的成就感 就是可以 自己有專屬的東西 還有幫別人做的東西 喔 這樣的情操不錯 請你繼續加油 好 你記得 上完字幕的時候 嗯 然後最後面再加上你自己的名字 好 看完了今天的影片 你是否覺得今年的兒童節很好玩呢 這些活動是不是很有趣呢 社區踏查帶領小朋友們認識職務 兒童節闖關活動讓小朋友們一邊玩樂一邊學習 玩到不亦樂乎 希望各位小朋友們都可以開心的過兒童節 這都要感謝你們身邊的朋友老師們 今年的兒童節不僅熱鬧更是別具意義 因為老師們辦了很多活動讓我們可以一邊玩樂一邊學習 看完了今天的報導 如果你有任何的心得或想法 歡迎您顯示到這個信箱與我們一起分享 以上是無聊小主播呂彥蓉的報導 祝你順心愉快 我們下期見 謝謝大家